安徽人不太会在安徽旅游吧 顶多去河北 去河北还是换乘的时候 淮南的火车站是不是离市区庭院 离市区哪个男的离市区多人 看着附近还蛮山清水秀的 今天下雪本了吧 是这个酒店吗 是这个看起来就很气派的酒店吗 Yep 这个酒店是不是太贵了 因为我刚才上车的时候就发现 在淮南的那个消费还是统一的 就是起步价才6块钱 哇塞 这个景色可以啊 它是有什么说头吗 城景房 对 我们城景房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租 多少钱 200 你看看的只有我了 不好意思 150 对 180 这种就不光费的菜呢 我睡多口 既然咱们来了这个淮南对吧 那不得不提的就是淮南的 什么呀 城南的牛肉汤了 当然是 现在已经差不多是下午的五六点了 然后我们晚餐就是两个小吃 一个是淮南牛肉汤 还有一个是淮南特色土豆片 现在大家觉得说平平无险牛肉汤 不是土豆片算淮南的特色 吃了你们都知道啊 别人家吃不到 你现在别给我叫嚣 我们要吃的是这个小段牛肉汤 你怎么用这一家 因为我看人家就是 绝大多数本地人推荐的 那个叫西部牛肉汤 然后小段牛肉汤就是说 就是被那个网红带红的 就是吃完吃完花钱 请很多营销 然后他就带我来了就这样 但是没关系啊 我就喜欢网红 西部正那那么两碗都是 一边吃一碗怎么样 好 那先去小段吧 要一个小碗牛肉汤 要一个 牛酥烧饼 好 谢谢 感觉不太脆 不脆 很好吃 累了 很嫩耶这个豆 就是平常吃的 就有点干巴巴的 这个就感觉是一个 细瓶肉肉的小鸡肉 这个时候有点发言 那不算吧 这边特色的豆饼 这边特色的豆饼 这都不然你觉得好吃 有点像那个泡发了的馒头 吃了之后懂得了为什么外地不放 哈哈哈 吃了之后为什么不懂得了 为什么外地不放是吧 不是 我觉得还不错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这个本地人推荐的 比较多的西部海南油汤 啊 我来看 看你直接给我老不休 30岁的人了 真的不一样 哇 真的不一样 你给我撕一点 我觉得要吃很多香的 而且他们家的方业比较不一样 里面还有这个豆腐 我看了攻略是 但是白南只有他们一家 他们没有豆腐 尝尝 尝尝 白南是豆腐之香 吃酒 哈哈 感觉小段的汤比较好喝 尝尝豆腐吃香的豆腐 这个豆腐很嫩 但是它有一股老豆腐的味道 想说一句话不知道不会很满 到在上海喝到个更好的 我来之前希望很大 我觉得它会很 special 但来之后我觉得不难吃 但是也 我为什么要来 这种感觉 你在跟你的那个朋友报备吃了吗 吃了 吃了跟白南朋友吃了 你说什么呀 他问我好不好吃啊 然后你说 很好吃美味啊 就是好像安徽人 都不太会在安徽旅游吧 顶多去河北 去河北还是换城的时候 都不会特意去旅游 可能要在河北换城高铁或飞机 这家豆腐应该是站得挺有名的 我看有人就是专门不喝那个牛肉汤 专门来喝豆腐汤的 所以我推荐的第一站 你觉得成功吗 环檀最有名的就是环檀牛肉汤 你问我什么成功 妈呀 我说不好吃会被打死吧 不是说环檀牛汤普通 是哪里的环檀牛汤都很好吃 没有必要特地来很难吃 那接下来第二站我们的土豆片 go 我可以猜一下你要去吃的是哪一家店 因为环南有名的土豆店 还真的两家 一个叫土豆王子 一个叫 还有一个叫 阿云应该是 是不是 是阿云 是阿云 是他 这家店真的是我只能说很结底气 走吧 好喜欢这种在路边吃的感觉 所以不只卖土豆片这个 要一份土豆片 然后这个小肉串准备的 1块钱 1块钱2个拿了 拿了 拿了5块钱的 好 这中的三个神秘酱料 来 你刚才问你 偷偷问你朋友了 不要以为不知道 你就解说一下吧 一个辣酱 一个咸酱 一个甜酱 就根据自己的喜好 搭配 棋子 那个棋子 你要 你要来一下吗 嗯 上个镜 我有个小孩来 应该是放下吧 在家里的店里帮忙 想逗逗蜜条 这个酱要怎么放 这个酱要 这个酱要 成圈吧 你都送喝 三个混在一起了吗 好 你是不是不懂 你是不是不懂 你懂吗 你懂 你懂 你都能够告是吗 对不起 看这个更长 就是除了土豆片 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对 还有海带 还有豆腐 还有绿豆瓶 是个好像酱糊 对不起 好了好了 好了 好了 好 搞的还蛮有艺术感的 18克在哪 18克在哪 18克 18克先哪 不 我觉得是我的酱 它是炸的嘛,但是骨片是蠻生的 吃点脆口的 猪瘦肉,外面的那个骨头很好 我总共是点了十串,你一口给我吃三串 家庭觉得肥腺挺多 一串还挺 有点小学,刚放学 回家之前吃一顿的感觉 这家真的是经济实惠 老板娘,他们人也很好 我们吃了三家店了 才花了五个年了 华南的东西都是 感觉没有必要专门旅行来吃 但是在本地吃的话会很开心 华南的留言 就此一切不正 会有那么大的 我说的话是个屁啊,真的是 темly,应该太 luxury了 不如说嘛 我不吃意,就不威嚇 其实展示越苦势 看看